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我是蕭川老師 現在時間是8月31號禮拜一 早上的9點51分 那今天台北股市目前很明顯的就看到一個開高走低的狀況 今天整個指數呢,最多是漲102點 可是目前只有漲11點 也就是說,這地方已經流了快上百點的一個上限 那整個台北股市呢,在今天會有這樣的一個走勢呢 當然有幾個因素 當然第一個,會開高是跟美股有關 但是開高走低的狀況呢 是因為整個台北股市目前的多方的形態 都已經遭到破壞 我們直接來做說明 我們就先從整個美國股市的角度裡面,我們來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美股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指數都是大,都是上漲的 而且都是在創新高 像是道琼指數 或者是呢,高科技股的指數 或者是費半的指數 全部都在創新高 那這一個禮拜以來 那美國股市呢,一路走高 我記得我在上個禮拜有跟各位說過 美股現在在走噴出 美股現在在走噴出 但是這個噴出的走勢呢 也代表說,美股現在有在做一個趕頂 就是趕一個高點的一個現象 那尤其美股現在這個趕頂的一個現象 我覺得到了這個禮拜的時候呢 可能要特別注意 因為如果說我們就從美國股市的上漲來看 這裡有一些不尋常的現象 就是美股上漲 那VIS就是恐慌指數呢 它也拉高了 也就是說 通常美國股市呢 指數在上漲的時候呢 恐慌指數呢 會出現一個下跌的一個情況 可是呢 當美股在這一個禮拜以來 都一路的上漲 那也造成市場上的恐慌指數呢 也開始一路的往上攻 所以呢,可見呢 美股在這個時間點的拉高 已經讓很多在美國操作的一些投資人 這地方已經開始有一些些 認為有居高思維的一個必要 所以呢 我覺得美股在這個地方的噴出呢 這個禮拜應該會出現很大的一個震盪 所以我們今天的測標寫說 美股本週的噴出會進尾聲 那你想一下 美國股市在走高 到現在為止呢 你會發現到 從上個禮拜都一樣 你看 整個歐洲股市呢 其實沒有漲 上個禮拜我美股在創高 歐洲股市沒有漲 然後這是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法國股市 然後呢 我們再從亞洲股市裡面來看 亞股裡面呢 這兩天啊 上海股市呢 是稍微比較強 但是也沒創高 可是跟台股結構 雷同的南韓股市 你會發現到 到現在為止 幾乎就是橫在這個地方 而且離月線並不會很遠 這幾天都是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 好 那同樣你想一下 如果美國股市在這個地方 這個禮拜如果說噴出上來之後 出現了一個很大的震盪 那對於整個國際股市 或者是台股 一定會有賣壓 這裡一定會有賣壓 所以這個地方 當美股在噴出的時候呢 已經開始慢慢有一些 很明顯的一個趕頂 而且甚至於呢 快到尾聲的階段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喔 台北股市這個地方千萬不可以追 你看目前指數呢 又跌了10點 那今天整個台北股市一跌下來 你會發現到整個買賣的張數呢 之前我們說過喔 高於50萬張 這都是屬於很大的賣壓 那現在已經有60萬張的賣壓 也代表說 當整個指數一開高的時候 有人在賣 所以呢台北股市呢 近期的走勢裡 很清楚發現到 月線上不去 月線上不去 當你月線上不去 最近的融資又還在增加嘛 那也就是說 整個月線的成本 未來這一段期間裡面 都是扣高點 所以你月線上不去的話 指數如果說 再跌破昨天的低點 就禮拜五的低點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月線呢 會很明顯的開始出現下壓 如果這禮拜又出現 美股出現比較大的一個震盪 見頂 就是來到趕頂之後的大震盪的話 我相信台北股市齁 在9月份呢 甚至於不用太久 照理說9月上旬的附近呢 應該就會有一根像這樣子 很明顯的一個急殺的一個動作出現 所以呢 同志們你要特別留意 因為台股如果說 從目前的結構裡面 可以發現到 台股為什麼上不去 因為你整個台灣50上不去嘛 台灣50上不去 也代表說 以台積電的走勢來看的話 到現在為止呢 整個台積電呢 今天還稍微有一些些的在動 但是呢 在這個地方 也沒有辦法有效的一個撐盤 那你看台積電到目前為止的走勢 就是大概就在橫盤 橫在這個月線的位置區 那弱勢的個股要指數 才上得去喔 弱勢的個股在聯發科 你會發現 聯發科金也上不去 那像大力光的走勢呢 在這個時間點呢 也幾乎呢 都快要再創波段低點了 所以呢 當整個這些全職的個股呢 都上不去的話 那代表來說 你電子類股的分類指數 也上不了月線 那當電子類股分類指數 上不了月線 台灣50也上不去的話 那再加上什麼 整個金融股的分類指數呢 這一波也沒有出現轉強 所以呢 反而在今天的盤勢裡面 很明顯發現到 整個生技股的賣壓也開始出現了 所以呢 台股這個時間點呢 這個禮拜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美國股市的噴出會進尾聲 當它進尾聲的時候呢 震盪就會非常的大 那當它震盪一大的時候呢 就要特別留意 台股會不會 在近期會有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 灌壓的一個動作出現 當這個灌壓動作一出現的話 我相信9月份 這個台北股市呢 會開始出現一個 走空的一個現象 這是大家稍微留意的一個狀況 那我還是建議你 手上的持股呢 能賣的你盡量先賣 因為最近的盤勢 就算上個禮拜反彈起來 如果你的股票呢 都沒有發現有賺錢的話 那我建議你 何必在這地方一直買呢 所以呢要預防 這地方溫水煮金蛙 當台北股市呢 每股的出現震盪 台股一個灌壓下來的時候呢 整個空方的趨勢就要開始 開始進行當中 所以呢要特別留意 手上的持股 詳細的解說呢 我們在1點鐘的盤中啊 我們再跟大家做分析 所以說有任何的問題 也歡迎你在Line裡面 留電或留言 我們1點鐘再見 拜拜